我主要都是打一下網絡鏡碼 看看日本的動漫 你叫我認識女生也有一點點委屈我 歡迎收看港男港女嘉賓主持Cherry HelloCherry Cherry 我鏡頭面前又不好意思問你是否處女 但是呢 情景題 假設你破不了處 你會不會很想找個方法破處 我都二十九幾歲人了 現在這樣 我還是處子之身 大哥抱著處子煲醋嗎 快快去認識男生找個方法破處 我覺得又不是為了這件事而去認識男生的 即是不是為了破處而破處 是啊 那你是不是有一種那種的 少女的fantasy就是 就是我的處子之身應該留給我最喜愛的人 那又不是啊 蛤? 不是啊 哈哈哈哈 我的處子之身 不是留給我喜愛的人 不是啊 那你發生了可能之後也會分手的嘛 當下最喜愛啊 那是的 但是你知道 那一定有情感或者你喜歡的人才會和他 去做啊 就是我是這樣想 但是當時你還是處女的時候 你是會有這樣想 就是我都知道會有機會分手 你一這樣問 就是我回答你了 哈哈哈哈 很清醒啊 當然 不是 假設你是處女 我不是錯誤你的 哈哈哈哈 真的這麼說 我不管你現在是不是處女 總之 嗯 你小時候那時候想 是不是都是這樣想 就是你也知道 跟第一個男朋友一定是分手的啦 次媽跟第一個就是白馬王子 白頭到老嗎 那又不是啊 我是拍拖不想分手的 所以 我不會在拍拖的時候 想定一定會分手的啦 那些我不是這些 所以每一個男朋友你都會想著我會跟他白頭到老 嗯 暫時的都會 都會有這樣的想法 都是這樣想的 是的 所以我剛才說的東西是對的 就是說我會將 就是我處子之身交給我最喜歡的人啦 我是以我會預算跟他一生一世的嘛 可以這麼說 你明不明白 另一個概念就是 是呀我現在失身給他 不過 我都知道我跟他有機會玩兩年就完結了啦 這樣 你不是這樣想的嘛 就是不會這麼想的嘛 是啊 就是拍拖不會想分手的嘛 我去到後期我都有點這樣想的 我不是說很想催促自己去分手 只是想試一下 跟這個在一起 不是不是 只是我理性上計算上 我經驗告訴我 是會有機會的 有機會還是有機會 但是你不是想分手的嘛 我當然不會啦 不是這樣變態啦 至少 相當於考試我試過不合格的嘛 我知道我不是每一次考試 都一定是合格或者拿滿分 我知道有機會是肥佬的嘛 是的 所以這個女朋友 我是有機會分手的 應該說我不是說 不是說一定會白頭到腦 你是想的 你都會想走到最後 但你理智上也都知道 是有可能不是的 是的 OK 好 都理智那批來的 沒有這麼戀愛怒的 是OK 你就不會有一種 很想去破處的這種想法 但是你理不理解 為什麼有些人 無論男還是女 是很想去破處的 因為我們有些女嘉品 馬上打給我們 是四十多歲 她說我四十歲 我還沒破處 我很想找人破處 無論男生更加多 我不是說有性別歧視 只是我們接觸的案件 那個數量剛好 是的 你理不理解為什麼 尤其是女生 男生我都說 這傢伙也很可愛 我都OK的 我覺得每個人都有些原因 女士可以有什麼原因 這麼想破處的 可能真的找不到一個 心儀的隊長 或者找不到人 或者沒有拍拖 有些人很久都沒有拍拖 是的 我沒有想到心儀的隊長 我沒有拍拖 然後我又有性慾 或者想試一下 是的 好好奇 是的 好奇 我不知道是一回什麼事 OK 無論如何 我們今天就看看 Sunny 我們的嘉賓 她如何做法 Sunny 在這裡嗎 在這裡 你那裡發生什麼事 可不可以說一下 你現在是不是主男 我現在不是 現在不是 不用這麼尷尬地笑 不是就不是 不用怕 我和Cherry陪你 我們都不是 你為何替我講 有錯 你說吧 我讀完Master出來 找到人生第一份工作 但也不是什麼很有前途的工作 在香港高學 就不就給人工高 我身邊的同事 都有叫雞的習慣 但我還是那個廚藍 我讀過科的 都沒有什麼女生 現在進來做這一行 都是沒有什麼女生 因為我本身就很內向 不是很吃到人 叫我再找個女生破處 都好 我自己又沒有很多 所謂很健康的興趣 去跑步、游泳 都不關我事的 我主要都是 打一下網絡鏡 看看日本那些動漫 你叫我認識女生 也有一點點委屈我 不是我不用認識 是我認識不到 接著 經過我的同事的介紹 他叫我去酒店叫雞 他叫我多帶點錢以防萬一 我就帶了五千元起來 叫了我人生第一次來雞 亦都是破自己的廚藍 我的同事都算是老友 幫我安排了時間地點 我知道人上去就可以了 那個姐姐都是本地人來的 應該是 他的廣東話跟我們都差不多 我的同事都有看到我去 然後就告訴我姐姐聽話 給她聽我是廚藍 可能對我的招呼會有點不同 可能是我沒什麼經驗 會親著我或者帶著我去做 Susan她一直都帶著我一步一步去做 當然就不是補習老師那麼細心 她算是輕微細心 總之就帶著我去洗澡 幫我戴套 那些招呼都是她教我的 前面又入後面又入男其女 女其男 本身的服務是40分鐘的 Susan她看到我是廚藍 她就說你叫我30分鐘內搞定 我的朋友都有跟我說 即是她看你不起 是嗎 我是廚藍通常是特別快的 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做了30多40分鐘 我都還沒到高潮 之後Susan就幫我打飛機 企圖快點結束了 但我弟弟又不閃閃 我打了也不出來 最後我還要加鐘才真的射出來 其實加鐘之前 我也有想過是不是就這樣算了 但我覺得連打飛機都打不出 我這次叫 今天好像沒有叫過這樣 所以加鐘地多些錢 我都要打到出來 臨射出來的時候 她是有幫我口爆的 說真的挺爽的 她都收平我的了 所以總共收了3500元 那一刻那個 那個感覺是挺好的 即是有一個人幫我完成了這個創舉 對我來說是一個人生的理程碑 我知道26歲未破處是一件很醜怪的事 但是也不是我想的 現在總算破了處 但是我穿完衣服 當她要求我離開的時候 我心裡突然間覺得很空虛 我走出酒店房的走廊 酒店的大堂 去到街上的時候 我這個空虛感就越來越強烈 我回到家的時候 結果是不想跟任何人說話 我不知道是否當中還夾集了一點點罪咎感 始終社會大眾對喊雞這個行為 不算很接受 好像說到是弱者才會去喊雞 我也是沒得破處才去找個妓女 是否大家都會覺得我是一個失敗者 主持你們又怎樣看呢 Cherry你又怎樣看呢 特別介意女生怎樣看 女生你實際怎樣看 會不會覺得她是一個失敗者 又不是弱者 你有你的原因 她的原因就是我溝不到女 對她內向 我內向我溝不到女 所以我破不了處 我要叫計 所以我又覺得我理解這個原因 那你不覺得這樣是一個弱者的行為 不是啊 你夠膽去做這件事 你都已經不是一個弱者了 你要找一個方法去滿足自己的心願 這件事是你想做的 算是心願 你找到一個方法去解決 我覺得都不是一個弱者 都已經不是最弱了 最弱是她再躲在家裡不知道在做什麼 再躲在家裡自己在苦惱 她已經叫做限制了 但其實26歲而已 我又覺得不是什麼問題 即是你認識那些處男再大一點 我又沒有認識過 我又不知道 但我覺得都不是什麼 即是就這樣聽 我又覺得不是說 很大不了的意思 即是一個問題 也不是說是一個弱者 她有個質疑 就是我要靠叫雞來破處 是不是一個弱者 有些人眼中是真的 真的這樣的 因為叫雞可能大家都知道可能有不同的情況 不同的情況 不同的需要 有些人是 喂我單身寡老 我喜歡玩 我喜歡試不同的女人是吹吹嗎 那我又給得起錢 那我便去叫雞 所謂的 有些她不是 現在即我猜她可能有一點點自卑感 或者有些不安樂 就是因為她不是 她不是說 剛才那個案子我喜歡你吹吹嗎 而是我沒有選擇 你想我認識一個女生嗎 我沒有 我身邊又沒有 我自己有內向 我沒有這個能力 沒有這個本事 沒有女生看得上眼 就是她現在這樣走上來 她都不敢認識你的Cherry 她都期望Cherry不會跟我搭散的 這樣也挺慘的 所以她覺得自己是弱者 也不是說沒有道理的 是的 但是我意思是 我不會覺得她是弱者 至少你就是找了方法去處理解決 沒有的 之後再試一下 試一下主動一點認識別人 始終你長期的一段關係 或者你將來也不是繼續靠這件事 或者你也想有個女生陪伴自己 或者想拍拖 打網絡遊戲的 你打機也可以認識別人 你只要願意 其實很多不同的情況 都會認識別人 那倒是 我曾經打過網絡遊戲 我都認識了很多不同國籍的人 我也是 緬甸的也有 說普通話的 哈哈哈哈 這麼搞笑 我打機也認識一些台灣人 台灣人也有 會一起打的 也會 SUNNY 給你一點建議 看看你可不可以試一試 我知道現在不是在說你這方面的煩惱 是在分享你第一次召忌的經驗 我只想問一個問題 為什麼你會覺得很空虛 之前只是想想破處 然後真的破處 突然覺得這樣破處是否好像不太好 突然衝動過了之後 那些情緒就出來了 Jerry 你有沒有怎麼看 為什麼會覺得會空虛 剛才他在說在想好不好這件事情 我覺得沒有說好和不好 哪件事好不好 就是說用這個方法來破處 亦都很難說 可能跟這個空虛也有關係 嗯 我自己看空虛的來源是什麼 空虛就是說 你預期有些東西會得到 哦 或者你預期就是 這件事應該很有滿足感 到最後沒有 嗯 我自己覺得空虛的來源可能是個落差 譬如有時候派對完了之後 你只走回去就會覺得很空虛 就是少了一班人 可能只是少了一個人在你旁邊 或者可能你一直都想有一個人在身邊陪伴 這個派對也可以很不空虛 可以很豐富 例如我裡面認識到一個男生 我裡面認識到一個曖昧的對象 我拿到他的手機 我拿到他的電話 我可以檢查他 其實你帶走了一些東西 你後來的派對 你是獲得了某些東西 你比以前更加進步 那個進步是你生活上的進步 或者你思想的進步 總之有些東西進步 嗯 如果不是 那他也是進步的 他獲得了一次的經驗 所以我就說其實他這個 既然他覺得空虛 就是說其實這個東西 不是真的他很想獲得的東西 或者不是這個途徑獲得的東西 很簡單的 我舉個比喻 我們比賽跑步 然後我很想獲得冠軍 經過我一番努力之後 我拿到獎牌一定很開心 但是如果我相信 你的獎牌是偷回來的 是食為禁藥就拿回來的 你心裡面多少都有些空虛 因為你根本就不是你想要的東西 你一個不是你想要的途徑 都要拿回來的 這個獎牌 反過來 即不是說是破而破 是的 這次這個破處 是我真的認識到一個心儀的女生 我跟她發展了某一個感情關係 而破處的 可能就不會有這個空虛感 可能是一個感情昇華 就好像我剛才說 我有東西進步了 有東西昇華了 那他應該就不會有這種破 哎呀我跟我女朋友破處 很空虛 應該就不會這樣想 對的 你想回你當年也是這樣 又錯 哈哈哈哈 我很清醒的 OK 那新年既然事情都發生了 OK 空虛就空虛了 沒事的 那你也算是 對你來說 完成了人生或一些checklist 那下一步有沒有什麼打算 計算了 你會不會再叫多次 應該不會了 那好吧我八卦最後一個問題 你破完處之後 你現在是不是心動動想 認識女生拍拖 還是破完處之後 就更加沒有這個動機去認識女生呢 那本身都是想認識的 所以其實都是想認識的 不過認識不了 又沒有途徑認識 所以現在都是找方法認識女生 好 那你試試Cherry說的打遊戲 認識女生的方法 是嗎 會加入外面的workshop 有很多是那些 真是為了認識人而搞的那些workshop 你去過嗎 沒有啊 但有朋友開類似的東西 他們經常都會貼文 看到 或者IG廣告經常都有 是嗎 即是怎樣的 我見有些是artdramming的 可能畫畫 或者聊天 就是做樓體畫 那些 接觸多些人群 有多機會認識別人 都有這些東西 有很多方法 看你願不願意去試 你講起我們之前TG Group有個派對 有個飯嘴 吃飯 好像有個群組有說過的 但有些很差勁 有些是去到整聖誕樹 那你慎選吧 整聖誕樹 自己和自己整聖誕樹 怎會認識女生 大哥叫我這樣 不是的 有些是有互動一點 有互動一點就好一點 那些給錢就搞定了 其實只是當學一樣東西而已 其實他也是 那這東西不是我想學的 你無緣無故叫我來做聖誕樹 大哥 那看看你為了學東西 還是為了認識別人 我為了認識別人 那你為了認識別人 順便學多一樣東西 有一個優惠 哦 好了 好了 哇 真的是樂觀 是啊 好 那多謝你Sundie 希望你生活愉快 快點找到你的白雪公主 好嗎 好 謝謝 好 多謝你先 OK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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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起叫雞 我也有一個故事的 你自己 是 信不信聽 那就是我那時候在某間公司做 嗯 那間公司有很多拍攝 嗯 那在裡面我們要設置一些攝影機 嗯 那場很大 跟馬有關的那間公司 然後我本身是導演組的 然後有一期調了我去攝影組 就是我跟那些攝影機叔叔就坐在一起 在一架小車輛那裡 小車輛那裡 就坐著十幾人 然後就十幾二十人 然後就去設攝影機 那因為那個地方都很大 那一直走的時候 那些叔叔就說叫雞的東西了 那時候我唸書做兼職而已 是一家公司做兼職 嗯 不是一個跟你說 整個車都說 有沒有撩在一起去 沒有 我就聽過有些個案子是撩在一起去 他整排都這麼說 然後我感覺到什麼 我第一天 我就覺得 就是那些叔叔吹水 就是 有沒有那麼多人叫雞啊 整個車十多二十人 只有我沒有叫雞 你真不真啊 就是有些叔叔是這樣的 什麼都說自己的 我試過我去過 那個地方 噻 然後不是 我這個兼職 多做幾天 九二九之 好像真的 因為他們連地址 號碼 都知道 都說的 然後他說到那些情節 實在 口熟行情 實在太生動 太真實 而且對方是有禍應他 對呀 我也試過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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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我慢慢就真的相信 但說不到那麼多天 然後我開始質疑自己 那你有沒有衝動 加入他們一起去試 有啊 那你有沒有做到 我首先我是質疑自己先的 嗯 為什麼原來是要叫雞的 原來是男人都叫過雞 整整整十幾二十人都叫過雞 因為那些攝影師全部是男人來的 叔叔有些年紀大到可以做爸爸 全部都叫過雞 為什麼只有我沒有叫過雞 原來我不對啊 我太幼稚了 為什麼我有這個想法 你是被他們影響 但是我覺得你遵從自己 你被他影響的時候 你不知道是被他影響的 嗯 你是發覺我正在讀書 是很安全在一個學校裏面 學院裏面 我覺得自己很奇怪 最後呢 最後好彩離開了那個攝影組 我回到導演組 整個世界又不同了 後來我才知道原來真的會受貧貝影響 嗯 所以我很理解為什麼有些人會因為朋友或朋友去吸毒 我就去吸毒呢 就是真的會有這樣的影響 是的 因為你浸淫在那個環境嘛 是啊 所以我是沒有叫到的 不要踢一半不踢一半 不知道是真的還是假 你剛才都說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這條女 好了這條女我稍後就會抓她去訪問一下 我看看她會不會有些東西被我撮到出來 如果大家想看看她有沒有被我撮到出來 或者我有沒有被她撮回頭 記得一定要看Cherry的嘉賓專訪 Cherry 如果收起來的話 可以加入我們的會員專區 可以看看所有的嘉賓專訪 因為我們嘉賓專訪只會放幾天 今天會收起來在會員專區 我們下集再見 以上的影片是經過山展的 如果大家想看足本版 就快點加入會員 加入會員之後就可以有一個解鎖 就可以加入我們的TG Group 有超過一千位的會員在一面一起聊天 很多分享故事的當事人都是TG Group裡面 現在立刻就在下面 訂閱 還有加入 就可以成為會員了 期待大家的加入 我們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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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